大家好 那很高兴今天 大家来参与这个web3读书会的第一次的活动 我是web3职业读书会的主办人之一 那不好意思因为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人进来 我这边会有叮咚的声音 可能会有些干扰 我想在今天进行这个正式活动之前 我可能大概先跟各位介绍一下说这个读书会的这个 原油还有它的目的 先简单的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想这个读书会 叫web3职业读书会 顾名思义就是focus在这个区块链领域 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读书会 那这个其实是源自于说我们对于说这个web3的一些技术 的一些方向 一些新的一些趋势 的这些感到非常的有热情 那也觉得说这个领域呢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领域 那很鼓励大家 在这个领域上面 特别是年轻人在这里面 可以找到一些 创业或者说就业的一些机会 那所以 我跟Martin两个人就 一起来 来主办这样子的一个读书会 那Martin这边可能会比较focus 在说这些技术上面的这些 这些介绍的分享的一些规划 那我们这读书会的内容大概会有这几个部分 那一个是技术的部分 那技术的部分还有就是偏重应用的部分 那这些部分主要是希望说在这里面 的一些介绍因为这些领域其实都还蛮 包含连业内的人可能很多的名词都还不见得知道 那但是这些其实都是真的是这个领域里面 很多的技术的这些 专家其实 在如火如荼的在进行 所以在这里面可能就会有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创业的一些方向 那所以这些创业的方向其实都是 目前其实在窝外可能都有一些相关的 发掘都正在进行 所以只是台湾现在这方面知识 比较少 这些资讯比较少 那这部分的话我会希望说 透过这个Martin在这个领域上面 在这个技术专业上面 这个做得很深很广 那他可以在这方面可以规划出来一些主题 让大家这个增广见闻 知道说现在大概已经有哪一些东西是可以做的 有可能可以再往这个 技术深度再做多一点 或者说引用层面再做 做多一点 这样子 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比较soft的部分 是属于就业经验的分享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就会找一些 原来在这个Web3领域里面的一些从业者 特别是一些创业家 那来分享一下他们的创业的一些过程 在Web3上面 Web3上面其实有一个很 很重要的一个 Funding的方式是用Token来募资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也会希望说能够找到一些 相关的这些创业家能够多做这方面的一些分享 包含今天的这个主题应该也会讲到一些 Token募资的一些跟股权募资有些不同的地方 那这些都是在 台湾的这些媒体里面比较少能够做募到的 大部分能讲新创募资都是在讲股权募资 那Token的募资这个是Web3里面特有的一种募资的方式 那也确实造就了台湾有好几个团队都是非常优秀的团队 那在这上面其实也 也募到了不少的资金 那这个就是 我这边会 我们这个读书会focus的两个方向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 每个礼拜 尽量是每个礼拜 1的时间 那会有一次的分享 那会是soft的和这个技术类的交错 那我这边现在 目前规划的已经有 再下一次的话会请Teddy Flucombo 一个国际知名的一个 DeFi的项目 他会来分享一下这个 创业的一些过程的逆新 然后 接下来还会有请到 很多很多这个台湾的这些新创团队的大咖 那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就是先介绍到这里 那我想 可以请这个另外一位主办人Martin这边也来分享一下他这边 对于接下来的一些规划的一些想法 谢谢大家参加 这个来源就像这个Rail讲 当初聊一聊 觉得反正我们自己也要看 然后 就干脆拉大家一起来聊 那我这边主要负责技术这一类的 然后我自己比较 注重在 Athereum上面大概发生什么东西 然后其实因为发生的事情也就够多了 对吧 所以我这边大概提个几个 就是大家在做的一些研究 比如说光是MVV的部分 这是一个 然后跟MVV相关的可能是 Intent Intent based architecture 然后现在大家在发展的 可能Anoma 或是Flashbot 那端 在做的事情 然后在 在跟user experience 然后也跟Intent跟MVV有一点关系 Account abstraction 对 然后在 然后privacy之类的 就是整个区块链之所以会存在 就跟privacy有关 那我们现在这部分到底发展的如何 对 我们也知道 Ethereum这边 就是一直以来 Scaling 就是这种 扩容这种东西 都是需要 还在进展当中 然后roll up the state 对不对 尤其是今年 今年各家的roll up 都快 就是 慢慢都要出来 那这边的这些异同是什么 其实也都卖了去 那 更不用提 最基本的 Security Security可能就我讲了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Security 然后对 然后 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拉一些 在台湾的一些团队 然后聊 他们自己开发的Defi Protocol 然后一些比较新的技术 或者是也会请一些 就是有研究过国外的 这种Defi Protocol 然后他们可能写过文章 或之前做过presentation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然后就请他们来讲 这样 大概就是 列这些方向是在Ethereum内的 Ethereum外的 大概也会想要 大概碰一下 我觉得有一些 有一些算是有趣的方向 Cosmos Privacy Privacy Layer 1 比较新的一些东西 跟ZK加在一起的 然后或者是 Pon 或者是Iota 对不对 这些其实都可以聊一聊 所以 我觉得大致上是 这样子的想法 我自己这边想法是说 就像Rare 其实大家能够 越活越参加越好 就是 比较 我个人比较希望 如果说一个读书会 能够持续下去了 而不是 就是大家要能够参与 然后可能 可能之后有人认领什么主题 然后大家来聊之类的 我觉得这样会挺好的 我们现在刚开始 当然会 会先把一些讲座 比较像是讲座形式的安排起来 但是 长期真的要是读书会 然后真的其实 大家自己要有那个 力道去下去 做研究出来 真的要做创 创什么业出来 我觉得是 还是自己 能够研究 既然都可以研究 就一定可以报告 所以 还蛮期待在 在一系列 可能讲座之后 然后大家开始有这个 能力可以往下 继续一起砖研 一起 研究这些东西 对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就 Have fun See ya 对